不能只看我们出国的部分 要看人家过来参加工方演练啊 这个学习啊等等 语气中听得出有些不满 因为数位发展部正式化牌满一年 遭殖疑年边千万预算出国 根本成了数位旅游部 数位诈骗的部分也没有任何的建树 我想在这边唐凤部长号称是天才数位大臣 真的应该好好努力 摊开预算书来看 述发布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1300万 一般事务费高达4900万元 今年的预算总额高达217亿 其中国外旅费是1408万元 预计出国天数609天 平均每天1.7人在国外 部长唐凤自己上半年就曾到立陶宛 英国以色列等国考察 是立法院三中通过的 那就是不但不可能试询 而且进去的时候 手机也都不能带进去的 亲上活线前清 但秀发布还被在野党质疑 绩效不佳